最近这个也是炸锅了 就是辉能 台湾的隐形冠军 这家公司非常非常的低调 所以说是隐形冠军 你看到很少有没有高调的受访 很少 大家可以说是台湾固态电池制造商的龙头 那辉能宣布2030年前 要到法国北部港口去投资 投资金额多少 52亿欧 这么大笔的金额 你一看到是不是跟我一样 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个投资如果能够留在我们台湾该多好 是不是带着我们的GDP 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等等 那他到法国的时候 你看马克宏亲自出面 法国多重视 重视得不得了 有没有 法国跟我们的辉能执行长 杨思南站在一起等等 是不是大笔出了大拇指 马克宏亲自宣布 辉能来自台湾 多给我们台湾露脸 但是我们台湾要问的是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呢 我们台湾是没有土地吗 没有人才吗 水电跟不上吗 好像都不是吧 我稍后来请教一下委员 这是辉能在海外 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工厂 这个创办人杨思南 在法国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有讲 当然了 后来有否认 但当时这句话炸锅了 他说 由于政治问题 董事会不想在台湾扩张太多产能 还加了一句 我们不再是一家台湾公司 事实上台积电是不是一家台湾公司 从股权结构来看 稍后委员最清楚 所以这样讲有没有错 当然很敏感确实没有错 政治问题 会能不想在台湾扩张太多 为什么 简单来讲 台湾的政治风险 战争风险这么高 对不对 为什么还要再投资呢 外资也不想 连巴菲特的股票都卖光了 你看看 巴菲特台积电 他一直讲台积电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 但是这么了不起的公司 他还是要卖 这个巴菲特都是长期持有 之前出清了百分之八十几的台积电股票 大家就炸翻了 剩下十几 他一股都不留 全部卖光 这么好的公司 这么好的技术 顶端的技术 留不住巴菲特的心 为什么 台积电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 地缘政治的风险 谁想把大笔的资金压在一个 有风险的一家公司上 台积电的风险是来自台湾的战争风险 辉能也一样 辉能为什么要出走 为什么留不下来 但是他讲完这段话之后 王美花不得了炸锅了 民进党不得了炸锅了 说没有 你们误会了 他不是这样讲的 辉能过了几天之后也有澄清 有没有 辉能澄清说 媒体报道关于辉能的执行长访谈中说 辉能不再是台湾公司 这个是物质 不是执行长所言 其实他讲的是辉能未来将不仅是一家台湾公司 更必需要是国际的企业 同时在台湾也要耕流台湾 当时你记不记得台积电要到美国设厂 到德国设厂的时候 也是一样 没有他没有走 他在什么桃园 什么二奈米有没有 在高雄几奈米有没有 讲了好多 后来高雄不是一一又 又被阿康了吗 一样同样的讯息来了 辉能宣布桃园观音的超级工厂 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 辉能就是首座的固态电池厂 作为辉能全球产能扩张的示范线 感觉上这个操作模式 跟当初台积电蛮像的 但后来选前选后不太一样 所以委员你怎么看待辉能的出走 我们台湾为什么留不住辉能 我觉得我们不能怪台积电 也不能怪辉能 我们要怪民进党 请问一下 现在民进党说军队里面 每一个班都要配备一艇机枪 每一个班 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样子 好像一个脸才有一艇机枪 每个班有一个机枪 有机枪牌 对不对 机枪 火力班 机枪班 现在是每一个班都要一艇机枪 然后又说很多的美国人 来告诉我们要打城镇作战 然后警察要编成第二路军 然后还告诉我们说要扩大教招 然后鼓励女性要就地动员 就地作战 当然也会就地阵亡 你看我实际上就是这样子 这战争不能不考虑死亡 你听过一个没有死亡的战争吗 没听过 战争就等于死亡 要不及面对 只死多死少而已 然后又说要建东亚最大的弹药库 我只是不想要建在高雄台南还是嘉义 我搞不太清楚 还是屏东 各县市首长要自己举手 踊跃去争取 那又要说延长兵役 所有的工作又说备战才能备战 一直在备战 一直在备战 请问你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 然后你要投资一大笔钱 这股东的钱有时候是来自海外 有时候是来自台湾本地 那请问他就会问 会不会有战争风险 你刚才讲不会 那就问你 我刚才讲的那一段话 他会怎么想 你在骗我吗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要打仗的话 你做这些准备干什么 又要增加国防预算 增加到有史亚最高的 要买这个买那个 只是还没到货而已 那你告诉我你会发生战争 我为什么要投资 而且我这个钱下去 是十年以上才能回收 并不是短线的 这什么一两年就可以回收的 是十年以上才能回收的 那除了台湾你以外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吗 我没有选择一个 不会打仗的地方吗 那台积电选这个美国 然后会能选法国 那的确在十年里面 他选的地方不会发生战争 他们很肯定有这种信心 因为只要一发生战争 他说我的投资都泡汤了嘛 所以你不能怪企业 然后只有台积电跟辉能吗 我跟各位讲 绝对不止 不信你去问那银行的人 都已经很多企业都探索 我该搬到哪里去 怎么搬 还有很多高管 都是这样子的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谁造成的 不是民进党造成的吗 抗中而没办法 保台所造成的吗 那台积电很为难嘛 像三星也被要求到 美国去设厂 三星都还没盖 台积电快盖好了 为什么台积电这么急 因为怕战争 所以只动去投怀送报 你看三星还说 等到拿到聘金以后 我再来再设厂 台积电是聘金还没拿到 只听说有聘金就跑去了 就是怕战争 台积电很多股东 也是资金来是外国啊 所以不能怪企业界 企业界没有理由 留在一个会发生战争的东西 把自己的投资 全部毁一旦 所以巴菲特卖股票 讲得很清楚啊 他说台积电样样多好 就是因为他在台湾 位置不对 就地缘政治 那你为什么台湾的政治 领导精英们 要把台湾搞到这种局面 马上就实在有了吗 没有啊 这是个例子啊 所以企业出走 高管出走 科技人才出走 留下的就剩下王八千 不然你说我们还能怎么办 面对这个处境 如果台湾再不政党轮替 那企业出走的速度会更快 只留下一些 一些装配工厂 做简单的登壳的 工厂投资不大的 52亿要丢下去 对啊 52亿都会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 确实在 FEI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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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